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呢 他只要会拿筷子拿毛笔 拿好这个笔就随便的图随便的画 把心中的事情所想象的看到的都画出来 他就很高兴 这就是初步的成功 不要像有的老师讲的 哎呀 绘画这个技巧那个技巧 那都是以后的事情出来 这就是成功了 例如像什么墨分五彩 就是一次比一次的水多加一点 朋友们不知道变化的颜色 拿出两管不同的颜色对到一起 就会生成一种新的颜色 咱再讲几个心态的问题 有的家长啊 望子成龙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实际这都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用名师也有一个急切的心理 所以说必须要找那些负责任的老师 这样更好一点 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画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像啊 要是真的特别的像不如去照相了 反倒没有趣味性了 绘画在似于不似之间 如果当你学的完全像的时候 反倒失去了这方面的趣味 这都是要注意的 同学们啊 只要你们对这个绘画感兴趣 就会成为一个画家 祝你们进步啊